第四場 我猶達的心水就是用11號的超然做膽 搭4、6號的理想回報 4號的金樽1號和1號的如真如假 3、4重海 2、4、5、6、9 五隻戶村拌勻來購買 所以教主第六場的心水就是2號的天天精彩造膽 配角是3號雙天至尊4號世紀武王8號 中華至光11號引泉奇尾 3、4重彩是2、3、4、8、11 五隻戶村拌勻來購買 3、4、5、11 號 4、4、8、11 號 喂,現在已經是月頭了 11 月的毋憫射馬已經開埋 月費500元 現在還可以經Payme付錢 記住早買早享受 毓民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毓民踩場和大家見面 264-214 今晚記住這個號碼就可以了 今晚我們也是講美國大選 不是講大選講什麼 這個大選的結果一定是懸疑不決的 或者是懸疑難決 你看到這兩天的變化 11月4日 美國時間11月3日 投完票接著開票 初頭那一陣 就是我們香港時間昨天的上午 你就看到 喂 這個Donald Trump那樣的東西 就是這個 轉成 原本大家都估他那些民調 主流媒體 做了小 想著他輸硬 當然台灣的侵粉 香港的侵粉 就說他贏了 他贏了 他贏了 這些不說 暫時 有機會翻盤 大家都懷到善良的願望 這裏可以翻盤 你現在看看最新的形勢 昨天說他贏是沒有錯的 對不對 接著就越開越來 好像我們美國的朋友說 一覺醒來 所有的 所謂 那些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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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轉到 從 從 到 到 一覺醒來 是否這樣 昨天 你看 Facebook 哇 快點 制裁 多幾個 不能都說 好厲害 好 接著下來 開一下開一下 我昨天也出過公司 我都說 如果浸 如果這個賓 就是媒體辦 媒體辦 那些負責人應該調 那些 引咎辭職 接著又民調又產 沒有人買民調公司 大家 相信你 對不對 但現在其實差不多 雖然他現在很危險 你那些主導媒體 是值得譴責的 我們是第一個在這裏罵 一個月前已經說了 是很難不堪的 那些主導媒體 你這樣去踩描這個 Donald Trump 這個拜登 是非常不堪的 好了 接著下來 我們又說 這個拜登兒子的醜貌 影響不到他的 事實證 對不對 因為這個選舉其實很簡單 我兒子跟我說一句說話最對的 他說 不單是選拜登和拜登 是憎阿琛 喜歡阿琛的人的選舉 是這樣的 你憎這個人的話 你一定是投給那個 就不是因為那個 夠老 或者他是英俊 或者他有些什麼 對國際民生的重大的 那個所謂政策 然後可以扭轉美國 或者撥亂反正 這四年不實在太不堪了 好像這個紐約時報說 這四年的總統任期是最不堪的 這個就是反特朗普那些共同的看法 他認為這個不是常態的 他做總統 是非常態 現在可以撥亂反正 也希望撥亂反正 拜登贏了 選選下法國開票不能坐 我們都講過差距是很接近的 是吧 就算你或者其他那些人 另外贏就是輸 所謂贏的那些人來說 其實你都沒有看到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總之就是這個放石性思考 情感傾向 所以大家判斷就大家都會出問題 但是他真是轉勝 你看到他一邊開 要擔心 睡醒就另一個局面 給他拿那些密斯根州 威士康辛 現在是264 好了台長 現在正下來還有幾個州未開呢 軍籍繁尼亞州 這個佐治亞州 北卡納羅列納州 阿拉斯加州 中不中 應該留了一個 那個留給你講 內華達州 內華達州 算數很容易計 他已經拿了264票 他只要拿到內華達州 那就二親你 你那四個州贏了 都沒有用 北卡納羅列納州就15票 這個 這個 喬治亞州就是16票 那麼 31 再加這個 賓州20票 那麼就是 50 51 加3 54 現在是214 即是268 268 對270 加上 538 只欠兩票 唉 說兩票都沒意義的 不可以這樣計 因為它不是 它一個州已經搞得好 譬如 如果它輸了北卡納羅列納州 那輸了很多票 難道說拜登大勝嗎 不是 也不是 這數不是這樣計 你發夢都扭不到 內華達州這六票 竟然是勝負的決定 所以現在特朗普 還有希望的話 就是特朗普還有希望的 就是內華達州這六票 是吧 你明白嗎 這六票 即是 現在還沒開完 開得很慢 是不是 是啊 開了七百幾百% 是不是 那兩個人的差距 又不是叫太遠的 那沒有了 那真的有機會 還有翻本 希望在這一個州 你一定要拿到這六票 好 還有其他那幾個大州 阿拉斯卡就送給拜登 是不是 你給了拜登 他二六四加上那三席 那都是二六七 是不是 但是你要立了這個賓州 立了這個 柏卡納羅列納州 喬治亞州 和這個內華達州才行 這個形勢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特朗普就無計可施 他處於這個疫 就是在馬下空 劣勢 這個一夜之間 變成這樣 所以你今天看到網上那些 陶傑已經寫文了 如果拜登做總統 台灣美國關係要怎樣 台灣要謹慎一點 幸好蔡英文沒有下注 蔡英文當然有下注 之後不能提台灣的報紙 整個民進黨 去操控的媒體 是一年左右的 投入川普那裡 支持川普的 我那天已經講過了 他駐美代表 去找了一堆國會議員 去公賀 拍了一條片 公賀這個蔡英文當選總統 是吧 民主黨那個 而且很資深的國會議員 你訪問他 說很多事 剪剩兩秒 搞到華盛頓 又不去登那一篇很大篇 就說民主黨很不高興 下注真是下注 有些人還將他 當年杜魯盟 杜威的選舉 你相提並論 就說蔡介石 因為就是 下注下去這個杜威 結果杜魯盟當選 跟著就抓東西 然後 連中國大陸 你都沒有在一起 因為美國變成了 共產黨 真是小狗 那個是戰勝國 中華民國 怎麼跟你扶家台灣的中華民國 在烏原海外差很遠 對不對 怎麼可以拿來比 我見到有些KWR都在說 當年是這樣 落錯豬 所以台灣不應該 民進黨落什麼豬 很清楚 你又不想看台灣的電視節目 又不想看報紙 我每天都看 幾乎是疲勞轟炸 一 倒是很荒謬 炒作拜登兒子的醜聞 包括《蘋果日報》 都是《自由時報》 最多人看的 這是民進黨可以操控的媒體 最多人看的報紙 就是《自由時報》 《三立》 《民事》 一面倒 基本上是氣氣 另外那邊是炒車 另外TVBS 趙少康的節目就是炒車 現在我宣布拜登贏了 兩個禮拜前 所以你說一歸邊就帶兩個禮拜 我們心當然想這個 兩個比較 當然希望川普連任繼續打齊它 但是你主觀願望 跟你客觀現實 永遠有距離 主觀願望 然後在網上吵架 我覺得無謂 你告訴我 可能無謂的 我就不會做這些事 我亦分析過 如果拜登上場 對中國一定是很友善的 有些已經國會通過了那些 他無可動 然後他可以動的地方 他一定會動 給他貿易談判 他是不是可以重新開展 他可以做的 大家都拭目以待 我今天看到有個節目 前副總統呂秀蓮就說 就算拜登上場 他都要戒慎恐懼 不敢亂來 對台灣都不至於泰泰泰說這些 又有主觀願望 現在人哪有空跟你想這些 現在究竟何時可以公佈選舉 結果都不知道 現在一定是法庭見的 法院一定很久沒有空 因為太近了 如果你假設你剛剛拿270 他拿268 那你不肯打官司 哪些票計算哪些票不計 現在已經傳出 有造票 多了很多選票 然後郵寄選票是有問題 一定的 而且這次這個規模 和爭議性 一定大過當年小布殊和戈爾那次 那次戈爾到最後 真的宣佈接受了選舉結果 是有風度 那時候都是很近的 所以你說 這次對整個美國美式的民主 是透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想告訴你 我想告訴那些 很投入這次選舉的香港 那些朋友 這個是對美國的民主政治 有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令到很多人 包括美國人民 他會不懷疑這種選舉 懷疑美國的民主政治 就是美國 大家覺得他有種族的問題 或者其他意識原態的爭議 都有的 一向都是 共和黨 一向都是意識原態 都是不同的 一個是資本主義 一個是社會主義 大佬創黨主席 在香港這樣的時空間 這種極端資本主義 令到貧富懸殊 所以我們提出要成立一個社會民主的政黨 去重新分配社會的財富 解決這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在這個時空間裏面 我覺得香港是有一個左翼政黨的必要 是這樣的 大哥 我是左膠 本土派一定不可以是左膠的嗎 本土派不可以有左翼思想 人家在美國裏面 那個是不是本土政治 在台灣那些本土政治 本土派那些 很多社會主義思想 多夠餘 總之本土就是右派 一定要右派才行 現在講這些都沒有意義 現在我們香港面臨的就是 被一個極權打壓 這個共產極權 當川普過去這一兩年 告訴我們他所作所為 是對他構成一個弱制 事實上是 好休息一陣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